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贵的海淘法师继续领众 前往位于加德满渡西方的猴子山 并来到了慈悲园素食的基地处 首先有所难可惜 向尊贵的海淘法师 与大众的历龄 表达城市的欢迎与感谢 并向大家说明 目前慈悲园免费素食计划的决心概况 今天就是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我们尊贵慈悦的海淘师傅在现场 那么关于这边的一些事情 我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群众 那么以前在他们的这个 饮食上面 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 平时人家在路上 就是给动物 就是给狗吃的东西 他们要一起去厂吃 但是现在呢 就是因为师傅的慈悲价值 他们可以现在吃一个 比较饱的一个三餐 那还有之前就是 因为这边冬天是很冷的嘛 所以他们要住在外面 就是连穿的这些棉被都不够 那那个时候呢 已经天气是很冷的 但是呢 因为吃不饱 所以就是更加的辛苦 后来呢 师傅也是很慈悲的 那到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有三年了 所以就是能够填饱他们的肚子 自从2015年4月 尼泊尔大地震后 震垮了很多居民的家 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流落街头 终日过着 有一餐每一餐的生活 三年多来 在战日法师与索南格西的努力下 天天发送素食免费便当 救济当地无数几长陆路 无依无靠的灾民及街友 其中 大多是社会中的弱势族群 包括老人 残障者 以及小孩 长期以来 战日法师秉持海淘法师慈悲友情的理念 不断地想方设法 试图帮助他们远离饥饿 贫苦 尤其慈悲元素食 近来因为取用的人数 以及米价的增加 迫使成本大幅提升 也获得大众极踊跃响应 随喜护持不失 而今日 现场的游民 并收到团员们 致送的毛毯 以及领佣金 纷纷以何时回报 并露出感恩知足的笑言 海淘法师 感谢所有菩萨大德们的辅出 并为大众慈悲开示 所以你看到你妈妈生病 儿子生病 你心里会很痛 那就是一种有修行的征兆 你各位必须把这个征兆拿出来 如果你看到他们在吃 你没什么感受 那可能你的内心状态 太过于覆盖自己 我只管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要一直想着 对面的妈妈 对面的爸爸 对面的过去的儿子 还有现在连筷子都没有 他们难得吃一顿 然后你要让自己看到 心里很感动 甚至想要掉眼泪 看到这个世间 种种的不圆满 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不圆满 所以各位平常 一定要想尽办法 告诉自己如何跟对方 哪怕一只蚂蚁 你都想要跟他结缘 这个缘分结到了 然后将来我们就成佛以后才有众生可度啊 所以为什么叫念一下慈悲缘 所以透过各种的慈悲心跟动物道 恶鬼道 任何六道众生 都想要跟他们结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 拥抱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都希望跟爸爸妈妈结一个缘 如果你不理一个众生 就叫舍弃一个众生 那你的菩提心就破掉不圆满 所以虽然有时候境界不太容易 但是各位不要起称恨心 分别心 不关心 那我们的修行的就不能满怨 所以我们都满怨他 就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能够满怨 真实能够利益他们 那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能力 这么圆满 但是至少一直结缘 一直结缘 所以各位跟他们面对面相做 因为现在末法时代 贫穷 病苦 灾难 各种的冲突 等等不断的 视线出来 所以光有佛法 还不够 要把佛法用为一种行为实践 希望大家能对尼泊尔这片土地上的 所有人民 众生生起一种悲心 并对这些如母众生 能承担他们的痛苦 进而渐渐发起广大慈悲心 追随海淘法师慈悲的红法行律 让世界上的美与 都遍布着佛陀的慈悲大爱 众生也因为我们的菩提心 而离苦的乐 直至最后成佛 获得救尽安乐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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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对因果、四地、三法印、八正道等 由听闻认识进而信解 确立佛法见地后并付诸实践 由此可知 证见对于修行及解脱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缺乏佛法的正确知见 便无法步上正觉之路 甚至背道而驰 相反的 若我们能建立起佛法的证见 因果真实不虚 诸法不离缘起 即便我们尚未解脱生死 但终究能以此根深蒂固的佛法证见 而不堕恶趣 《生命电视台》将于4月11、12日 每星期六日中午1点至2点 开始播出安慧法师的佛法盖要课程 这时候西达多太子他就决定他要出家去修道 那他要出家去修道刚才讲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由事成门的时候看到众生的苦 众生的劳苦 众生的病苦 众生的死苦 如果没有解脱 我们一直在苦当中 众生一直在轮回苦当中 他自己也是在苦当中 所以他要解决这个苦 他生起这个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很强的时候 他就促成他出家 那这时候他就把 结成欢迎诸位大德收看并学习 《生命电视台》就像是一所 没有时空限制的空中佛学院 诸位大德可以依照时间收看及文思 确立起佛法的正知正见 一起与佛法的文思修上精进努力 安慧法师毕业于福岩佛学院 多年来文思三藏为人亲和 此次概论课程 法师将依序从佛陀的一生八项成道 生文修正法门四地与缘起 大乘修正法门六度与四摄 十大弟子五大菩萨 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 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 诸宗刚要 大乘指观 大乘实地等逐一讲解 内容丰富 提纲窃领 章节讲义 请自行于网络下载 佛法盖药一书 可恰中华印经协会 免费索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